好,再回到课文中 他太忙着干嘛呢? helping himself to diamonds 这出现个重要表达 help oneself to something 这个表达意思常见的有两个 第一个意思,大家可能在中学学过 就要在吃饭时说 别客气,自己拿吧 甭问我了,你自己拿吧 也像help yourself to a beer 来,自己倒杯酒喝吧 不用问我,你自己倒吧 help yourself to a beer 当然啤酒,beer本身是不可数的 但口语中我们可以说a beer 相当书面的a glass of beer 或者a jar of beer 一扎啤酒或一杯啤酒 这jar,那个jar也行 但口语中就说a beer就好了 别客气,自己拿吧 但是本文中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泰勒先生正是这个意思 那就疯了 泰勒先生从二楼探出声的冲下来说 哥儿丁哥,别客气,多拿点 都给你们了,多拿着别客气 那都疯了 他不可能这么说 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什么意思 是强或者是偷都可以 偷或者强 我们看例子 they help themselves to the farmer's apples 他们偷走了或者是抢走了这些农民的苹果 这不能说是农民请他们拿了 他们偷走了或者抢走了农民的苹果 那么为什么别客气自己拿和偷抢用同一个搭配呢 咱们发现抽象的含义是一样的 抽象含义是什么呢 都是未经主人允许自己拿 对吧 别客气自己拿了 是不是也这意思啊 就是你吃饭不用问了 主人,我能不能吃你一个崩豆啊 主人,能不能吃这个炸虾炖啊 主人,我能不能再拿个馒头 你拿什么都废话 自个儿拿不就行了吗 不经主人允许自己拿 别客气自个儿拿 偷和抢不也一样吗 所以用同一个搭配就好理解了 都是这个意思 对吧 好了,所以说 他们太忙着抢什么 抢钻石了 而没有注意到任何疼痛 咱们讲了这么半天 说时时那时快 这个抢劫其实快极了 我们说了 The raid was all over in three minutes for the man scrambled back into the car and it moved up at a fantastic speed 这个抢劫 用了the word all over all over就完全结束 oh,相当completely 完全的 完全结束了 用了多长时间 in three minutes 用了三分钟 这个注意容易翻译错 in three minutes 不要翻译成在三分钟之内 in加一段时间 表示花费了多长时间 就是三分钟 不是一分钟 两分钟 就是三分钟 如果表示三分钟之内 用in就不对了 该用哪个呢 咱们可以用很多词 比如说within within within three minutes 三分钟之内 这可以 或者under under under 3 minutes 不超过三分钟 三分钟之内 这也行 但注意本分钟用in 是表示刚好用了多长时间 这个很容易翻译错 回顾一下第二侧的第五课 第二侧第五课出现这么句话 the birds cover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这些鸟用了三分钟时间 飞过了这一段距离 大家注意这个in在这 不是三分钟内 就是用了三分钟 整个抢劫 用了三分钟 就完全结束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了 for the man 豆豪富还是表示原因状欲从举 因为他们第一课说过 但因为这几个家伙 就是蹭蹭蹭 仓皇的就跑回了他们的汽车 并且这汽车 以非常快的速度 轰就开走了 完了 追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scramble注意 这是多一词 在这儿不能翻译成爬 这个 这个万言社这个书啊 后面单词注释 翻译成爬 这个不好 如果爬回去太慢了 早被逮住了 这个scramble 又另外一个意思 叫仓皇的跑 慌的慌张的 你争我夺的在跑 像老鼠逃命的时候 用scramble 就不叫铁鞋 咱们看一个例子 As the burning plane landed The terrified passengers scrambled for the door for可以表示根目的地吗 当这个起火的飞机 着陆的时候 Terrified就被吓坏了的 这些惊慌失措的乘客们 pansager 那么都是仓皇的 向大门那里跑去 scramble叫仓皇的跑 尤其表示你争我夺的 这么在跑 百分钟用这个意思是对的 而不是爬 爬回汽车那还得了 早被逮中了 注意scramble 是个多意思 它不但可以比较爬 也比较仓皇的 你争我强的在跑 百分钟这个意思 他们匆匆匆跑回了 这个汽车 怎么 这个车怎么 it moved off move out就开走了 moved一动 off是离开 车子开走了 怎么样 at a fantastic speed 以非常快的速度 fantastic叫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 只数量巨大 就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每小时两万公里 这么快的速度就跑了 但是这个speed 借词搭配是个考点 这个咱们看一下 这考点是什么呢 这个speed 它跟两个借词搭配 都很常见 一个是at 一个是with 怎么记忆呢 如果这个speed 是个不可数名词 那么它跟at搭配 跟with搭配都行 两个搭配都可以 比如说at great speed 或with great speed 在这里面它是不可数 为什么speed前面没有贯词 后面没有担付出变化 以非常大的速度 这两个都行 但注意 如果speed是一个可数名词 那么前面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只能跟at搭配 可数不可数 看有没有贯词 有没有贯数啊 比如说at a speed of 60 mph mph就是miles per hour 一个缩写 就每小时多少英里 以每小时60英里的 这么一个速度 at a speed 具体的速度可数了 在前面加at了 在这只能加at 从来没有见过with a speed 不行的 with一定跟不可数名词 at也可以 但at是可数不可数都行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在选择题中 看到speed前面要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借次搭配 甭想了a b c d 你直接选这个at 准备错 为什么呢 因为它选项 没法在其他方面来设计 因为它不可能 两个a和b都对嘛 它如果是不可数名词的话 那俩选项都对的 不可能了 所以只能考可数名词 那么一定只能选at 单选题嘛 那就选at就好了 本文中一定用at at a fantastic speed 这个位来到第九课 咱们这个质量还会复习 非常快的速度就开走了 泰勒先生二楼待不住了 just as it was leaving Mr. Taylor rushed out and ran after it throwing a train and vases but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p the thieves 当车子正离开的时候 泰勒先生从楼里边冲了出来 并且在后面追着汽车 同时扔烟灰杆扔花瓶 但要阻止这些贼 已经不可能了 挡不住了 咱们先看句子结构的分析 前面这个黄颜色的 just as it was leaving 这个电影可以看作是时间状语 里面的s引导的是时间状语从具 这个s相当when的意思 正当这汽车开走的时候 怎么样呢 这个白颜色是具的主具 泰勒先生rush冲了 冲出来了 并且呢追这个汽车 这个it就是前面这个it 就是上一句话里的car ran after不是在后面跑步 这固定习语叫追逐 追追汽车 然后后面这个throwing a train 这明显可以看作一个伴随状语了 追汽车同时 在扔烟灰缸 扔花瓶 对吧 这个烟灰缸叫atry 生次表有 花瓶叫waze 也可以动中waze 都行 v-a-s-c 复数叫s 当然英识发音呢 一般发r的声音叫waze 跟那个waze差不太多 但美英中发awaze或waze 扔烟灰缸 扔花瓶 为什么这儿不用独立主角结构呢 因为追汽车的是主语 是泰勒先生 扔花瓶扔烟灰缸也是他 主语统一了 就这个非非动词了 不用独立主角了 对吧 but 但是 but引出第二个病例的主句 but是病例连词 第二句话中 主语是个形式主语 it was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 真正主语呢 是剧末的动词不定是to do 要阻止贼这个事 这是不可能的 挡住贼已经不可能了 好 下面看看剧中细节 这个我们看看重点 这个词 rush out都不说了 can ran after 叫dry 注意这是习语 习语不能乱翻译 dry它相当于动词chase 在后面追逐 不是在后面跑步 我们分别读一下 ran after chase 都是在后面追 在追 本分钟不能按字面 发言成在后面跑步 他并不跟着车跑步 他能想一看 反正东西也丢了 干脆断了身体吧 咱跟着跑步跑一英里 那不可能了 在后面追这个汽车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追 那同时呢 也可以表示追求 追求异性 尤其是男孩追女孩子 用他也行 这两个词都可以 既表示本身物理的动作追 也可以表示追求也行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本该好好学习的 他却浪费时间来追女孩子 本该学习 本该怎么样放在句手 咱们可以用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这个结构后面都会讲到 instead of studying 本该学习的 他却浪费时间追女孩子 那我问大家 他两个动作 浪费时间追女孩子 哪一个动作重要 他浪费时间追女孩子 他浪费时间跟追女孩子 哪个重要 当然是浪费时间重要啊 为什么我重点说 他不好学习 本该学习的 他就浪费时间去追女孩子 至于他追女孩子 还是追狗 那我不管 总之他浪费时间呢 那浪费时间用 卫语动词 人家追女孩子 是不是可以用非卫语了吧 主语统一啊 咱们看啊 instead of studying he wastes his time chasing girls 就好了 这句话就出来了 注意这个studying 不要读studying study 我们再加ing studying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不要读studying 我们读一下 studying studying 是这么一个声音 instead of studying he wastes his time chasing girls 就好了 再看一句话 再看一个句话中 我们要把动词换一下了 还有个词叫pursue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追 跟这个几个类似 表示追啊 或者追求啊 都行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pursue pursue 当然同样的 英国人前面发 er 后面发you 都称pursue pursue 每个人把er 变成er you变成u 所以说pursue pursue 都行 我们分别读一下 pursue pursue 两个翻译都对 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好 句子出来叫 the thief ran across the field with an officer pursuing him 这个贼跑过了这棵农田 后面还有一个警察在追他 officer 可以表示警察警官 我们在对话中说 excuse me officer 对不起警察先生 就是警官的意思 这个贼跑过了田地 后面出现什么了 又出现独立主格结构了 为此借此 他的逻辑主意是警察 后面干嘛呢 非为动词是追他 警察是主动嘛 正在追嘛 现代分子pursue 一下就好了 但你看哪个动作重要 贼跑过了农田 重要 警察在后面追是次要的 所以前面是主句 后面这个动作 用了独立主格结构 因为主意不同意 一个是贼 一个是警察嘛 独立主格是次要的 就是你看有人跑过去了 有人从农田跑过去了 后面还有警察在追 后面是警察 还是警犬 我不管 总之这人跑过去 贼跑过去 这种动作 后面有人追 补充说明 那好了 这就好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 注意这几次都能表示追 同时 throwing 我们说了伴随状 扔 颜回杆 扔花瓶 但it was possible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p the thief 但要阻止贼 不可能了 按住后面这句话 好多同学 容易写成 but he was impossible to stop the thieves 他已经不可能阻止贼了 注意不行 为什么呢 possible 还有impossible 这样的词 他的主语 不能是具体的 某一个人 他一般来说 都是形容之为it 我不可能完成这个事 不能说 i was impossible to finish it 应该说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finish it 不能用具体人做主语 possible impossible 都一样 所以绝对不能说 he was impossible 应该说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p the thief 如果强了他呢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to stop the thief 本文中知道是他 for him 就被省掉了 最后结果是 they had got away with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diamonds 这帮贼带着 价值数以千磅的 这个钻石 逃之夭夭了 get away 不说了 逃走了 这个简单 同时怎么走呢 with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diamonds 这个pound 价值是英镑的意思 价值数以千磅的 这个钻石 逃之夭夭了 这个结构 用到一个固定句型 这是三次的重点 咱们得记住啊 后门中还会出现 价值多少钱的 多少东西 怎么来记呢 前面先加金钱 后面再加worth 注意这个worth在这 是名词了 价值 咱们在前面 第四课讲过 可以当借词 表示值多少钱 在这是名词 就是value 价值 再加off 再加东西 价值多少钱的 多少东西 本文中呢 钱是数千英镑 thousands of pounds 再加worth 是什么东西呢 diamonds 钻石 再比如说价值 10亿美元的商品 先说10亿美元 10亿怎么说 就billion 对吧 1 billion dollars worth of merchandise 商品 merchandise 不可数名词 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 对吧 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商品 这次 merchandise 书面语 不可数 这个我们在第15课的题目中 再次出现 15课的题目 在三册15课 叫50便时的麻烦 你看他怎么说 他加50便时 worth of trouble 50便时 叫50便时 再加worth 名词 再加off 再加trouble 麻烦 价值50便时的麻烦 也是用这个结构 对吧 咱们再看一个美剧的片段 就是咱们一个老的美剧 Friends 老友记中 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一个对话片段 咱们先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 先听一遍 这是Ross和Richel两个人的对话 第一个呢 就Ross说 Well how was the date Richel那天呢 是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 就约会嘛 第一次见面 别人可以介绍 Ross就碰到的 哎 怎么样 两人约会的怎么样 这date 一反本是浪漫的约会 但是我如果跟医生有个约会 跟律师有约 那叫appointment 不能叫date appointment是一般的公式 这date是浪漫的 Richel没很直白回答 他这么说 Well 你看吧 I'm alone and just bought 50 dollar worth of candy bars What do you think 你看我现在一个人待着 比起来 我刚刚买了 这个价值15美元的糖果棒 candy bar 长条的这个糖块 就类似于棒棒糖 这个东西来 你觉得怎么样 那言下之意 我被放鸽子了 他没来 如果我们俩人谈得不错 现在早 我们海鲜餐厅吃鲍鱼呢 我能一个人吃糖果条 你看15美元的 这个糖果棒 叫15 dollars 再加warsal 再加candy bars 就好了 注意这个just 他用了一般过去识 这是美语跟英识英语的不一样 在我们中学老师可能讲过 just 在英识英语中 一般用的完成识 但在美识英语中 没有这个限制 他可以用在一般过去识 就好了 我们类似造个句子 我刚刚买了价值50块钱的杂货 就50元了 我跟老外说 我刚刚买了价值50块钱的杂货 杂货怎么说 grocery 还记得吗 读快了就groceries groceries 读付出 咱们也用一般过去识 咱学着说 该怎么说 I just bought 50元 worth of groceries I just bought 50元 worth of groceries 注意元跟dollar不一样 dollar付数加s 但用汉语拼音构成的单位不可数 不不是不可数 是单付同行 元不能用元词 叫脚分离母情 都在后面不能讲单付数同行 就好了 好 第六课呢 我们就看到这儿 第六课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精彩的文章 里边我们收获特别多 但最最重要的一个 最突出的醒目的 就是独立主格结构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这给我们后面的长文章 能奠定一个基础 好 第六课讲完了 讲完了不是大家学完了 希望大家反复收看 多次复习 直到把里面知识点 完全记住之后 才是真正学会了 好 第六课精彩文章 跟李老师 我们就学到这儿 好 第六课